说起这个白云深处啊 是叫做金宝港的一个地方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河镇附近 这是一个小山丘 这地方呢说大不大 说起这个高度啊 大概呢有那么个百来米吧 可是说小也不小啊 一个接一个的不高的山头 连绵着几十里 要在这金宝港上来回走上那么一遭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白云区位于广州朗城区的北面 是广州市十个城区之一 这个区啊曾经是广州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 同时呢也是广州市社会治安 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 广州社会治安的重灾区 当地警方都曾戏称白云区为白云图场 接下来老刘说的一个案子呀 就是被称为白云区建区以来最大的系列刑事案件 在1996年与张智成 麻洋帮系列抢劫杀人案 两枪一斧犯罪团伙入屋抢劫杀人案 并称广州三大公案 而这个案件呢就发生在这个不大不小的金宝港上 案子的起源呢 是在1993年8月24号 这一天 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接到群众报案 说铜河镇一名打石场的大公仔 在上金宝港后 后山砍竹子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具履诗 现场的勘察笔录 这样写道 1993年8月24号17点 开始对现场进行勘察 勘察在晚上7点30分结束 现场呢位于白云区铜河镇的金宝港 广州市粮制学校东北山岭半山腰的山谷 这个尸体啊高度腐败 腐卧在一条干涸的水沟处 头啊东北向脚呢是西南 双手啊被一条军用皮带捆绑在胸前 警方认定死者是一名女性 身高大概在一米五左右 年纪大约是二十岁 下身赤裸 估计死亡时间每一个半月 身上一共中了三刀 这无疑就是一起严重的凶杀案 据住在附近的民工 还有这些单位的人介绍说呀 金宝港这个地方啊平时里啊 沿着小路爬山的人倒是不少 尽管是一些什么砍竹子的 挖草的 修山坟的 甚至有些拍拖的人也往上爬 只不过呢 他们一般都会在山丘的那头 真往山里头走的人呢 还不算是太多呀 这个金宝港啊 虽然不大 但是仅靠刑警大队的力量 要搜遍金宝港 那不知道得花费多少时间呢 因此呢 警方就从广州市公安局 刑侦处调来三条警犬 并且从分局抽掉了三十多名刑警 加上同和镇派出所 又派出的二十多名刑警 总共五十多人 沿着金宝港的山脚开始 拉成了一个大网 对金宝港就展开了一次地毯式的搜查 警方的本意啊 自然呢 是围绕着那具女尸搜查一些可疑的物品 用于破案 但是令他们震惊的是 仅仅搜查了十五分钟 在地发现这第一具尸体的地方 还不到一百米的水沟里 居然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还没有来得及缓过时来 再发现第二具尸体的水沟的另一头 警方啊 又发现了第三具尸体 警方为之震动啊 就在这方圆不到二百米的地方 竟然会有三具尸体 这金宝港不是成了屠宰场了吗 就这样 三具尸体无形的就摆在了警方面前 据查呀 现场位于白云区 铜河镇金宝港的后山被 在两座山岭之间的山沟中 发现了两具无名尸体 现场保护的比较好 两具无名尸体 位于山沟的草丛之中 相距大概有那么个一米多的距离 北边那个尸体呈腐卧状 已经严重的腐败了 头部都已经成了白骨状了 头发已经脱落 脖子上缠着两圈裙带 在脖子的背后呢 形成了一个活结 尸体裸露 上身有一个白色的文胸 被这个匪徒退到了腰部 另外啊 这个躯干形成了湿蜡状 南边那个尸体啊 已经成为白骨状 成仰卧状 躯干落露 尸体的骨头 已经长出了青苔痕呢 脖子被一条军用皮带缠绕一周 在脖子的后背 形成了一个死结 尸体啊 仅存一个文胸 警方推测 北边这个尸体呢 女性身高大概在一米五左右 年纪大概22岁 裸体是被乐境窒息死亡 死亡的时间呢 大概啊 有半个月 南边的那个尸体啊 也是女性 身高大概有一米六六 年纪大概20岁 短发也是进步 被乐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警方立即对此案就成立了专案组 案件被定性为 金宝港女尸系列案 这是广州罕见的系列杀人大案 就此拉开序幕了 从现场的情况看 这三具女尸啊 很可能是同属于一个 或者是一帮人所为 是奸情杀人 而从三具女尸的衣着分析 很可能与社会上的暗昌有关系 因此警方决定 先组织人力 重新搜查现场 及附近的山头 力求把现场的情况啊 弄得更加详细一些 分局刑警大队和派出所 共同组织人力对现场附近的单位 攻棚以及赞助的人员进行访问 看看有没有人看见有人带女的 特别是带哪些像暗昌的女人进过山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暗犯带女的进山 不会是走路来的 应该呀会有交通工具 这些呀都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去查 正当警方分析开会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同合派出所的所长 突然就汇报了一个情况 顿时就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什么情况呢 说呀五月的一天呢 同合派出所接到群众的反应 说是在金宝港的山腰上 有一个女的呀 受伤昏迷不醒 该女子后来被送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去治疗 现在想那么一想 莫非那个女的也是被人带到山上要奸杀吗 但是因为命大 没被杀死而幸存下来吗 专案组立即决定将此事列为重要线索派专人开始查访 同合派出所的民警罗炳安是当时现场的处理者 他回忆说呀 五月二十二号 我赶到金宝港的山腰上 发现那个女子全身赤裸的躺在草丛之中 头部啊 有被人敲打过的痕迹 我见到她还活着 就把她送到了军医大的附属医院 进行抢救 由于她一直昏迷不醒 所以呢 并没有对她所问话比路 过了几天 再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啊 医生就告诉我 说那个女人醒了 大概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 自己要求转院 后来就不知道 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专案组啊 立即就赶到军医大附属医院 在急诊室之中 他们从一大堆的病例之中 就翻出了那个受伤女人的那个病例 名字叫做郑富英 女27岁 湖南省怀化石人 进入医院的时候啊 脑部受伤 昏迷不醒 经抢救 度过危险席 后来因为没有钱呢 主动要求转院 警方通过 与湖南省公安厅的联系 就找到了 这个郑富英的详细地址 立即 就抽掉精干力量 赶赴湖南调查情况 划分两头啊 另一方面呢 专案组组织人员对金宝港 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山 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发现三具女尸的现场附近 警方 检获了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人呢 名字叫做 陈慧仙 女21岁 湖南省湘潭县 享堂乡 双湖村人 另外呢 还有一张由海珠区新教镇发来的 外来人口的赞助证 这个证上的名字啊 叫做范璐财 在陈慧仙的身份证旁边 还发现了两张旅店的书具 是一家在天河区天平架附近的 名字叫做天桥旅店 开出来的 在这个收据的附近呢 警方还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某某老师 介绍陈慧云去尸砖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6月8号 湘潭市湘潭区解放路 某某路某某号 警方认为呀 这些可都是重要的线索呀 就决定一边去 去查范璐财 一边去查陈慧仙 两路同时进行 陈慧仙这一方面 警方就找到了天桥旅店 但是无论是老板还是服务员 都不记得收据是开给谁的了 看过陈慧仙的身份证 也不记得此人是否在店里住过 毕竟啊 这是一家小旅店 住宿的客人从来没有登记过身份证 旅店的人对自己的客人是一无所知 为了保险起见 警方又查遍了天平价一带的旅店 最后啊都没能发现陈慧仙的行踪 另一路警方就来到了海珠区的新校镇 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范璐财 赞助镇上所写内奸出租的主人 那个主人将到警方问起范璐财的情况 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情 原来呀那个范璐财那个人不咋地 非常好色 经常带着一些女人回到出租屋里去睡觉 主人怀疑那些女人都是暗昌 怕出事情就把这个范璐财呀给赶跑了 专案组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 范璐财的赞助证留在金宝岗上 说明这家伙肯定是带过女人上去过 非常可疑呀 警方立即抽掉大批人马 全力投入 查找范璐财上 同时专案组啊 做出决定 第一 同合阵派出所 继续在现场附近的石厂 工棚出租屋 工厂和学校里排队摸茶 第二 派遣伏击组在金宝岗上 伏击 第三 立即将案情通报给全市 请各区的同行注意提供线索配合破案 湖南方面 警方是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在湖南深山区里找到了谢富英 此时谢富英头上的这个头发呀 还没长出来呢 光光的头上 还留着几个凹下去的坑 软软的摸上去呀 就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 也许是被打伤脑袋的缘故 谢富英已经变得有一些傻傻的 说不出完整的话 也写不出字了 只会傻傻的笑 警方就非常耐心的和这个谢富英交谈起来 在谢富英妹妹的配合下 他们终于就把谢富英在广州所遭遇的厄运 就给弄清楚了 怎么回事呢 5月1号啊 谢富英南下深圳去找工作 没找到 之后便回到了太和镇的谢家庄 靠望别人推销水泥为生 5月22号这一天 他跑到沙河街的沙河百货商店附近的服装市场 去买东西 这时候 一个40多岁的男人凑了过来 谢富英就和他聊了起来 那个男的就对谢富英说 他认识一个工地的老板 正准备买水泥 谢富英一听 顿时就高兴起来了 于是谢富英就跟着这个男人走了 这一走啊 就直奔金宝港而去 上山没多久 谢富英就觉得不对头啊 但是那个男人已经露出了凶狠的神色 见到谢富英挣扎 就掏出了一只罗纹钢枣 朝着谢富英的头上 就狠狠的猛敲了几下 谢富英一下子就倒在了草丛之中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人呢 已经躺在医院了 谢富英呢 虽然这个时候受伤 脑子有些不太好使 但是还是给警方提供了 那个男人的相貌 男人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 年纪呢 大概有40多岁 人呢 很消瘦 尖脸 颧骨高 有一点不长的胡须 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 习惯扣着这个衣袖 嘴里说着一种不纯正的普通话 话说 在寻找陈慧仙那组的工作 进展的也是异常的顺利 警方来到湖南省香唐县的 享唐厢 很快就找到了陈慧仙的家 只是不错巧的是啊 陈慧仙呢 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第二天再去 就找到了陈慧仙 警方通过这个对陈慧仙做的工作 表示呢 愿意到广州协助刑警破案 于是 他们带上陈慧仙 就回到了湘潭县 与谢福音小组就会合了 陈慧仙的陈述当中说呀 八月初啊 他在家乡 结识了同乡的一个叫做 王思思的女孩子 两个人结伴的来到了广州 就住在沙河天平家附近的那家 天桥绿店里 白天和傍晚呢 就跑到沙河百货商场和沙河电影院的附近拉克 以卖银为生 八月十二号 那天傍晚 两个人又来到了沙河百货商店门前拉克 这时候啊 有一个四十多岁 自称是工地包工头的男人 就凑上钱来 问他们两个是不是做生意的 两个人虽然见到这个男的 长得一副尖脸 颧骨高耸 满脸脚狭 但是觉得 这总比没有生意好啊 于是就答应去男人所说的工地去做 没想到这一走 就被带上了一座小山岗 事后 陈慧仙才知道 那个小山岗啊 就是金宝岗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那个男人突然脸露凶光 手里掏出一把折叠式的小刀 鹤令两个女人脱掉身上的衣服 那个男人先用王思思脱下来的健美裤 将王思思的双手绑住 然后用自己腰上的军用皮带反绑着陈慧仙的双手 就在他绑陈慧仙的时候 王思思趁他不注意 站起来 就往山上跑 那个男人马上去追 陈慧仙一看机会难得 也朝另一个方向就跑 这才脱了线 脱身之后 他不敢报案 直接就回了旅店 待了好几天呢 也没有见到王思思回来 他知道 这王思思可是凶多吉少啊 就匆匆的退了房间返回湖南 经过陈慧仙辨认 金宝岗的第二具女尸 就是他的同伴王思思 根据陈慧仙的描述 新增处的画像专家 替那个凶手 描绘了一幅模拟像 四十多岁的年纪 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 小瘦 尖脸 双眼皮 颜骨高 嘴唇上有一些胡须 不长 替着一个小瓶头 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袖的衬衣 衣袖的扣子是紧扣着的 手腕上还戴着一只不锈钢的手表 把这幅画像和谢佛英 所描述的凶手特征一对比 怪了个怪啊 简直就在是说着同一个人呢 根据他们两个人的陈述 这个凶手 都是在沙河百货商店附近 这个地方把人给带上山的 警方立即决定派一个亲干小组 带着陈慧先在沙河百货商店附近 打埋伏 争取将这个杀人凶手辨认出来 一举亲祸 警方是信心满满 亲宝港一个伏羲组 沙河百货一个伏羲组 再加上看过凶手面貌的陈慧先 此案必将迅速破获 就这样 时间呢 一天一天过去了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时间这么一晃啊 就晃到了1994年了 初春的广州 寒风刺骨 沙河伏羲组还好说 亲宝港的伏羲组 真是吃尽了骨头啊 那艰辛可以说是一言难尽的 陈慧先那边也已经没了尽头了 几个月都在沙河百货商店去拽悠 别说是他 就连警方的人都已经神经麻木起来了 难道当初判断有误吗 难道那个凶手不会再来沙河百货了吗 转速决心 克服一切困难 坚持把两个伏羲组继续下去 争取能够早日的抓住凶手 这一天呢 警员戴炳根负责与陈慧一先搭档 他们来到沙河百货 转来转去 就转到了沙河电影院的附近 陈慧一先望着电影海报栏 出神 毕竟啊 他只有二十多岁 这样专要的生活 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呀 戴炳根呢 望着他的背影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这时候 电影啊 散场了 电影院呢 一下子呼啦啦 就走出了好多人来 他们两个呢 从放映场的小门口里走出来 朝着大门走过去 戴炳根正要将恋恋不舍的陈慧一先往外拉 突然就发现他的身子正在不停的颤抖打着哆嗦 戴炳根不由得就将陈慧一先给拉转身来 就问发生什么事了 陈慧一先脸色大变 一股极度恐惧的神情充斥着他那张脸 哇 我看见他了 他他就在那 一边说 一边指向 散场人群说 是他 就是那个老头 话说戴炳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还真的有个老头 那个老头啊 看上去有四十多岁 黑黑的皮肤 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 消瘦的脸庞 下巴尖尖的 两个脸颊的颧骨高秃 嘴唇上留着一点不长的胡须 踢着短发平头 最重要的是 在初春的时候 他竟然只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 扣着袖口 这不合陈慧仙 和谢富英 所描述的那个变态的 杀人凶手的外貌 不是一模一样吗 白平跟着脑海里嗡的响了一声 二话不说 跟着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 打了个手势 就把这老头 给请进了派出所 审讯室里 警方对此人 就进行了严密的 侦讯工作 老头交代 他叫做贵姿佑 是湖南省齐阳县人 现在呢 43岁 在广东新汇县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干活 是那里的民工头 并且承认 他在沙河电影院附近的叫过鸡 警方是欣喜若狂啊 立即派人奔赴 新汇县 其所说的工地进行搜捕 没想到 在他的屋里的木柜里 就发现了一条军用皮带 在审讯过程中 专案组专门就从市公安局请来预审专家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贵姿佑啊 对那种剃着短发的暗昌 有着说不出的好感 他所叫的暗昌 无一例外的都是剃着一头短发的 而金宝港上发现的三具女尸 全部都是剃着短发 专案组业感觉呀 越来越绝境迷雾的尽头了 最后需要做的就是立即派人赶赴湖南 做谢富英的工作 让其来广州对这个老头进行最后的辨认 谢富英到达广州的那一天呢 就来到了看守所 他远远的瞧见 正从监仓里走出来的贵有姿 顿时激动起来 咧着嘴不停的喊着呜呜的声音 陪同其在一起的丈夫 在一边翻译解释说呀 他说 那个就是害他的人 专案组下定决心 加大审讯力度 力争把这个案情审一个水落石出 没想到的是啊 这一审呢 就审了两个月之久啊 贵思佑啊 始终不肯承认有过杀鸡的行为 而专案组目前手中的证据 也只有那根军用皮带 虽然经过化验 但是 从皮带上 也找不出任何有利的证据 这样 就没有办法 充分证明贵自佑 就是那个杀鸡的人呢 警方将最好的预审员 在配上 有着多年 审讯经验的刑警 但是仍然不能撬开贵自佑的口 所以让警方感觉到泄气的事 他们重新找来陈慧先和谢富英 让他们两个重新辨认贵自佑 这一回 陈慧先仔细的看了看贵自佑之后 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他剔了光头 看上去有七八分像 而谢富英说的更可怕了 他有两三分像 案情至此 一下子就跌入到了低谷之中了 正在这时候 公安部研究所做出的痕迹鉴定 发到了广州 鉴定书上写道 经过反复对比 初步结论是 正务一 贵自佑的邪 与现场遗留的足迹 没有相似的地方 专案组在连开了数次会议 并且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 就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释放贵自佑 同时 金宝岗山上的伏击继续 外围的线索继续查 必须要坚持下去 两天之后 被白云分局审查了几个月时间的贵自佑 踏出了白云分局看守所的大门 同和派出所的副教导员 庄宏在金宝岗系列女士暗中 充当着一个说起来呀 特别尴尬的角色 金宝岗上 发现第一具女士那一天的 就是庄宏值班 陈慧仙 跑到派出所报案的那一天 也是他值班 第二 第三具女士 被搜出来那天 还是他值班 这种尴尬的角色 令其他警员 见到他值班 就打电话和他开玩笑说 哎 你今天拜神了没有啊 虽然说 刑警队的人 很快抓到了贵自佑 而且 那杀鸡的事件 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但是 没想到的是 几个月之后 刑警队的兄弟就告诉他 因为证据不足 贵自佑 已经被释放了 这令他整天 踢心吊胆 金宝岗上 可别又出现 杀鸡案呢 这天夜里呀 又轮到 庄宏值班了 就在他准备吃饭的时候 突然有一名 二十来岁的女子 跑进值班室 慌慌张张的说 报告警察 我在山上 被一个男人给强奸了 就在那座山 庄宏一听脑子嗡的一声 我那个去 怎么又是我呀 顺着那个女子指的方向望去 那座山 不正就是金宝岗吗 原来这个女子呢 名字叫做李之兰 也是一名暗昌 傍晚时候 她在沙河电视院门前 拦了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 就带着他 走到铁路边 坐上 通往南湖的小巴车 过了军医大学之后 那个老头 就带着他下了车 从红云化工厂旁的 那条小路 就上了金宝岗 到了半山上的时候 那个老头 顿时变得凶了起来 掐着他的脖子 企图强奸他 他不甘心呢 就奋力的反抗 在反抗过程之中 他的手在地上摸了一块石头 朝着老头的额头就打了过去 那个老头顿时流出鲜血 趁此机会 他挣脱了老头 就往山下跑了过去 又是老头啊 转速接到消息之后 马上就赶到了派出所 将贵自幼的照片 拿给李之兰进行辨认 没想到李之兰看到之后 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支相片大声的说 就是他 警方面面相去呀 难道是我们放缩人了 专案组当即就派人驱车 赶往新汇县 查找贵自幼的下落 没想到啊 在那个工地上 居然真的就找到了贵自幼 同时其工友作证 贵自幼在这几天里 都没有离开过驻鹿工地 警方就将贵自幼带回广州 让李之兰进行电认 贵自幼刚一下车 李之兰就大声的叫道 就是他 可是等贵自幼走近时 李之兰又犹豫起来了 最后摇了摇头说 不是他 他不是带我上山的那个老头 他俩的个头差不多 年纪也差不多 就连长相也十分相似 但肯定不是他 而且我在那个人的头上 打了个口子 结果啊 警方第二次 就把这个倒霉的贵自幼又给放了 与此同时 在广州市南面的海珠区 警方也被一系列的系列女尸案所困扰 白云及海珠区公安分局 在市局的牵头下 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案情调研会 对案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海珠区的案子之中 海珠区的案子之中 现场啊 都有一辆小货车的痕迹 而在金宝港上 却找不到这种痕迹 海珠区的案子之中 虽然被害人也都是暗昌 但是尸体啊 是被抛弃在不同的地方的 而金宝港上的这个女尸啊 虽然是放在不同的山头上 却都是在一座山头的附近 尸体呢 相对集中 海珠区的案子当中 凶手对尸体有着肢解的痕迹 而在金宝港山上的尸体 除了有刀伤之外 致死的原因 一般都是用军用皮带恶镜 最后警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海珠区的系列女尸案 与白云区的金宝港系列女尸案 是两伙不同的人所为 两宗系列案件无法串定 会后呢 金宝港的案件专案组啊 就决定调整伏击地点 原本的这个伏击点呢 是在金宝港的山上 现在拉到金宝港的山外 一条能通汽车的路 叫做红云路 这条路的一边呢 就是金宝港 另一边呢 则是铜河汽修厂等单位 所在的小山头 把伏击地点设在这里 能够将整条路 以及上山的小路 全部都观察到 正在警方就这样分兵布阵的时候 同河派出所 传来消息 金宝港上 发现了第四具女尸啊 这具女尸 是一名上山采药的人发现 尸体呢 位于一条上山的小路的旁边 尸体全身赤裸 已经高度腐烂了 这条上山的小路 与李之兰 被带上山的那条小路 又有所不相同 虽然相隔不远 但是却在白云药剂厂的门口不远 两者之间 还有几十米远 顺着这一条小路上山 是通向金宝港山上的 另一个山头 警方发现 能通向方圆几十公里的 金宝港山 类似这样的小路 还有很多 因此啊 凶手应该是非常熟悉 金宝港上的这个情况 警方啊 几乎就防不胜防了 对尸体的检验表明 致死原因 还是一条军用皮带恶镜 而亡 死亡时间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前 尸体有被枪奸过的迹象 手段呢 与前三具女尸的手段是一样的 警方就发了狠呢 将伏击点扩大 在保持旧的 红云路的那个伏击点之外 同时 在旧的红云路的两头 和金宝港的山上 再射三个伏击点 一定要将整条路 全部都给控制起来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伏击啊 就整整的伏击了四个月 这四个月时间里 警方的伏击小组成员 克服了种种困难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无论是蚊虫叮咬 还是生病倒下 几乎都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了 只是啊 整整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成兴在八月份 又疯狂作案的杀鸡人 竟然就像是从地球上 突然消失了一样 一下子就变得无影无踪了 因此啊 十二月中旬 在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的时候 金宝岗山上的四个疲惫不堪的伏击组 全部就都撤下了山 就这样 警方在百般无奈之中 跨入了1995年了 这一天呢 是1995年3月5号晚上8点半 依旧是通合镇派出所值班室 值班的还是那个庄宏 一名采药的农民向其报案 他在傍晚去金宝岗山上采药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两具尸体呀 警方马上开始进行现场勘察 这个现场位于白云区 同合镇金宝岗农场的辖区 红云化工厂北部的山岭上 现场中心位置距离红云化工厂700米处 东边这个尸体呀 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女尸 头西脚东尸体全裸 呈仰卧状 脖子上柴有一条白色的纹胸 尸体西边四米外呀 有一条皮带 南边啊 有一条头东脚西的女尸 严重腐败呈尸骨状 距离东部女尸15米 尸体上身穿着黄色的衣服 下身赤裸 尸体西南两米处的杂草之中 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 有一条白色的三角内裤和一条皮带 距离尸体17米处 有一条生锈的铁管 大概长1.09米 经过法医的判断 两具尸体死亡时间都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 也就是说 是在去年的9月以前 也就是在警方调整伏击点之前发生的 警方决定马上重新开始在金宝港上进行伏击 9月份警方又传来不幸的消息 金宝港第二伏击组在山上又发现了第七具女尸 该尸体已经白骨化 上身穿着浅色的长袖女尸的衬衣 脖子的部位被衣领上的一条袋子给绷着 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西裤 在死者上衣的左半部 有几个刀刺的窗口 经过法医鉴定 女尸的死亡时间起码超过一年 应该是在1994年的年终 也就是与第四具女尸的死亡时间相接近 这说明这个案子和伏击组没什么关系 他们并没有失职 11月广州终于就进入了冬季 金宝港上死守了整整八个月的伏击组 终于扛着守山的工序从山上走了下来 至此与这个杀鸡匪徒的较量 警方是处于完全的下风 小小的金宝港上 竟然连续发现七具被人奸杀的女尸 如果将这个幸运活下来的谢富英 陈慧仙和李直兰算上 仅仅他们知道了就已经发生了奸杀案实起啊 这样的事不仅仅在白云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且在广州市广东省 甚至是全国都实属罕见 警方暗下决心不破此案 绝不收兵 全广州的刑警几乎全部都被动员起来了 广东省公安厅啊 还专门派遣了一个专家指导小组 驻扎在专案组负责指导破案 此案与张志成 麻洋帮系列抢劫杀人案 两枪一斧犯罪团伙入屋抢劫杀人案 被公安厅列为逼迫案件 我说这个时间呢 又到了一年 1996年 1996年9月的一天呢 有名妇女到沙河街的中行储蓄所报案 说她在金宝港的山上遭人抢劫 被抢去了一个400块钱的村池 她当时啊 报了一个假密码 估计那个抢劫犯待一会儿会来取钱 没想到只过了20分钟 就有一个40多岁的老头走进储蓄所 拿出一个存值取钱 女营业员当即通知 精警就把那个40多岁老头就给擒获了 扭送到沙河街派出所 由于案发地金宝港啊 是属于呢 与这个沙河街派出所相邻的同和派出所管辖的 于是沙河街派出所 这个领导啊 就决定呢 将这个老头移交给同和镇派出所 而同和镇派出所负责此事的人 正是副教导员庄宏 这种抢劫案呢 那在广州一天 不知道得发生多少起呀 庄宏呢 侍卫派了一个小民警 负责审讯 他呢 随着去食堂吃饭去了 等吃晚饭回来的时候 审讯呢 已经结束了 这个小民警就说呀 案件非常普通 抢劫犯呢 是广东省武华县那边的人 今年40多岁了 在同和镇的一个工地干活 据他交代 他是在沙河大街上 盯上了一个外省女人 就跟着他 到了金宝港的斯文井那边的时候 就动手抢了那个女的一个村子 然后就去处居所去前去了 案情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呢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现在正是严打阶段 警方不知道 每天会接触到多少这样的案子呀 身心早就已经疲惫了 如果不是一些很大 或者很特别的案子 都无法长久的占据他们脑海 庄宏呢 就让这个小民警啊 再审一审 没什么问题的话 第二天就可以接案了 本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但是就在这个庄宏 经过审讯室的时候 无意中就往里面瞅那么一眼 就这一眼 庄宏好像就被触电了一样 僵持不动了 脑海之中一片空白呀 为什么呀 作为金宝港案件的参与者 他对整个案子的案情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 他的脑海当中 一直在响着一个声音 太像了 太像了 他转身 跑进审讯室 望着这个抢了400块钱的抢劫者 激动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个人 太像是贵自由了呀 这个人叫做李文湘 今年45岁 他被以最快的速度 押解回了白云分局 几乎啊 白云分局 所有的刑警大队人员 都同时收到了一个传呼 诉回有杀鸡人的消息 这个李文湘啊 是广东梅县地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在审讯室里 警方专门找了一个会客家化的刑警 对其进行审讯 李文湘从这个警方对他的态度上 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 因此审讯非常顺利 从晚上十点钟开始 他就交代了他在金宝港的山上 所干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平均每一个小时 李文湘就交代出一件 在金宝港山上进行的杀鸡案件 等他将警方所知道的七具女尸被杀害的过程 全部都说完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钟了 早上八点开始 由三十多人组成的现场指认小组 带着李文湘奔赴金宝港 进行现场指认 李文湘很快就指认了七具尸体的现场 令警方大为震惊的是 在下山的一条小路边上 李文湘又指了一个以前不被警方所掌握的现场 警方在其指认的土坑之中 挖出了一具已经白骨化的女尸 这是白骨港上第八具女尸啊 在审讯室里 李文湘向警方交代 在1991年 他来到广州干活 晚上闲着没事 他就跑到沙河大街一带闲逛 有一次 他碰上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那是个暗昌 在那个暗昌的四餐之下 他跟着这个女人呢 就来到沙河天平下一带的出租屋里进行瓢塑 谁知道 他的脚刚踏住那间出租屋 衣服还没脱完 从这个出租屋的门外 就冲进几个身高马大的外省人 他们不由分说 就把李文湘给臭揍了一顿 并且将他身上所带的几百块钱 也是起劫一空 临走的时候 那个暗昌还不停的 讽笑李文湘 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哎呀 这句话对李文湘的刺激 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呀 过了一段时间呢 经过这一场仙人跳的李文湘 贼心不死 又跑到沙河大街上 勾的暗昌 这一次啊 他搭上了一个替着短头发的暗昌 他将他带来了自己干活的 红云化工厂附近的金宝港上 春风一度后不久 李文湘就发现自己得了性病 花了一大笔钱时候 他才把病给治好 从那时候起 李文湘内心深处 就对那些蔓延的暗昌 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报复的心理 他发誓 一定要让那些害人的鸡婆 得到报应 警方分析 李文湘交代的八宗案件 都是在1993年 以及1994年时间 杀害的暗昌 但是在1993年之前 以及1994年之后呢 根据他的作案习惯 李文湘必定还有罪行 没有交代 在加大了审讯力度之后 李文湘又陆续的交代了 五起杀人案 其中有三起 是发生在天河区 天平架一带的山上 有两具尸体 后来被警方也发现了 但是由于没有线索 都被荡成悬案 至此 李文湘系列杀人 枪奸案 成功告破 从1992年 到1996年的 五年之中 他在沙河天平下 寿口岭 同河镇的金宝港 斯文景和白云山上 共作案20起 杀死岸昌13人 重伤4人 两个月后 李文湘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押服刑场 执行强决 编决